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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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護理工作已經22年 因為喜愛所以充滿熱忱 這份工作需要與人相處 接觸各式各樣的家庭 充滿多樣貌與挑戰 每天上班我總會先思考一下 今天要訪視的病人 他們目前的需要或者是問題 如何滿足他的需求 或可處理的方法 必要的時候 再跟團隊進行討論 然後再著手進行訪視的準備 居家護理的病人 大多是長期臥床 年老 疾病複雜度高 身上常常放置鼻尾管 尿管或是氣切 甚至存有嚴重的壓窗 需要照顧者24小時 全年無休 花費許多心力去照顧 非常地辛苦 每次訪視時 我會仔細地幫病人做身體評估 了解病人的問題 並且確認照顧者的照顧能力 與技能是不是足夠 再一一依據他們的問題 提供適當的護理措施介入 照顧過程中 我會不斷地給予病人跟照顧者 鼓勵及打氣 每次見到病人或照顧者 在我們的幫忙下 進步了或痊癒了 那種喜悅真的難以形容 病人給我們的 往往比自己想像的更多 我曾經有做過家庭照顧者的經驗 這種心路歷程 我非常了解 我的使命就是把病人照顧好 並指導照顧者正確的照顧知識 跟提升他們的能力 並且提供支持 讓他們在漫長的照顧路 可以感受到溫暖與光懷 願意及開心地走下去 每次看到病人家屬的感謝函 照顧病人的畫面與互動 總會一一浮現在腦海 護理生涯中每個病人 都是我的良師義友 他們教導我感恩喜福 珍惜當下 對於護理工作我從不輕言放棄 即便在艱困的環境 一路走來也甘之如一 充滿熱情 我並沒有偉大的理想 是覺得任何的工作都是辛苦的 重點在於你如何看待這份工作 護理工作雖然辛苦 壓力與風險大 但在與人與人面對的過程 看見人間百態 也增加自我成長的機會 期許未來繼續努力 在護理工作中可以散播愛與善的種子 讓更多的病人與家庭得到最好的照護 我們會有一個精神的工作 要有一個精神的工作 我會有一個精神的工作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精神的工作